1月份是梅花盛开的季节 而信义香农会除了邀请游客前来赏花以外 也特别举办趣味竞赛 丰富活动内容 将在1月1号上午10点 在牛愁坑梅园区举办夫妻背负竞赛 滚橡木桶等竞赛项目 我们为了要使得在赏梅期间 更增加它的一个趣味性的一个内容 所以我们每年在梅花最盛开的时候 就是在NA分第一个礼拜或者是第二个礼拜天 我们会在信义香梅花开的最漂亮的地方 今年就是在我们的牛愁坑梅园 办理我们的夫妻背负赛跑 或者是夫妻滚橡木桶的这个气味性活动 那这个活动在我们信义香农会 举办到现在已经迈入第十年了 来参加的人潮 一人比一人更多 当日只要报名参赛的游客 跑完全程就可以获得参加奖 而前三名的参赛者信义香农会 还会另外赠送农特产品 议员陈淑惠也相当鼓励夫妻 还有亲子报名参加 我们在年代就是说我们心里的成为组员 就是我们所有的送媒整天最热门的时尊 最近在我们水里和我们信义地区 也拥挤很多送媒的好朋友和我们这些游客 那尤其我们信义荣会 每一年都来基盘到赏媒季节的不一样的一个活动内容 这一处我们信义荣会 选择在我们1月11号 早上10点开始 在我们柳家媒员 来基盘就赏媒一些规划的活动 预计在1月11号当天 媒花绽放将达到7成左右 想要出游踏青的朋友 可以利用这一次机会 一边赏媒一边玩游戏 相信一定很有趣味性 来报名参加的这些夫妻配对 一年比一年还多 而且也相当有趣味性 我们也希望说 藉由这个活动 能够来这边赏花的家庭能够更加的和乐 家庭更加幸福美满 所以社会在这里 来邀请到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如果你有几个月就说 在建议 要来跟我们资历生意 参观到我们这个媒花季节 这个活动的时候 可以说 选到在我们1月11号的灾时 来参加到我们 新疑浪会首期版 踏雪寻美 温馨系列的赏媒活动 相信透过这次活动 能够增进亲子及夫妻间的情谊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当天带着身份证去现场报名 民意新闻宏家宴 新疑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